hello大家好 我们今天又来改院子了 然后今天准备把剩下的围栏给做起来 但是太晒了 我准备把我以前的这个天幕来给搭上 想办法固定一下 就这边扯一个过来嘛 围栏在院子里面真的太晒了 这边日照的太好了 对 这个是以前我们露营的这个黑胶天幕 我只是觉得暂时给它用一下 后期的话还是不用这个 这个车位有点小了 其实是蛮大的 但是在这个院子里面放着就有点小 这种黑胶的防晒效果会更好一些 对 看怎么把它挂一下 固定一下 看还是可以 这个天幕本来是很大的 但是放在这个院子里面就感觉有点小 确实是 我们就临时用一下 这边有一块遮阴的地方 切东西就在这块嘛 不然太晒了 我们把那个 那边买了一个空调扇 把它拿出来 吹上 买了这个空调扇到了 正好今天就给它用上 之后玩的时候也可以吹它 对 这太热了 哎 真的 有点用的 凉快好多 对 买了个小型的 这个好像是加了一个水进去 它吹出来的风就比较凉快 现在往机器里加水 它这个加水的话就可以吹得更凉快的风 水位现在在这下面 那还有下午 你咱俩没看到啥变化呢 都可以加几十升的 好像 这个天幕和空调扇就搞定了 哈 在这下面等会切木材之所以就要凉快很多了 嗯 你看我站在这 和站在这 我两个感觉啊 我们先去把那边那个线给绷上 把这边的立柱给打了 从这吧 这边把线给绷上了 间隔一米五一根立柱 就拿这个给它先擦上 先根据这个线 把这些位置给定好 然后就是体力活了 挖坑 搞不下去啊 一定行 它梳根太多了 一点都不好挖 嗯 下面全是根 哎呀好热 满头大汗 对 这边正好晒的太阳 挖不动有时候都 哇这下面好硬哦 这边的立柱马上要打完了 还有两个 你看这边的树枝就超过去了 里面我去把它剪了 我怀疑下面这些草就是这个 裹过烂了之后 那个 又生根了 生根了又 你去剪 你去剪那边 我把这儿挖一下 好 啊 伤长的 在哪里 我去剪 那儿 我去剪 我去剪 它就能够了 我去剪 你 我去剪 你 我去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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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先来切这个木方 把这个木方切成1米9长度的 这个风吹得还蛮舒服 但是这个天确实太热了 还是很热 天气预报下头要下雨 估计就阴天 但是没办法 下雨都热 正好遇到夏天这个时候了 冬天如果改院子就比较舒服 就是 但我又不可能等到冬天再弄 先弄吧 先弄 先多切几根 对 来咯 稳住 我在这边稳住 一个装置三船 好 基本上差不多 下一个 下一个 下这个还是很快 对 现在所有立柱都已经固定好了 然后等它那边干一下 我们先从这边一开始弄的 我们先从这边一开始弄的就可以打木条了 还是蛮不错的 在这边休息一下 坐在这吹着还是蛮舒服 但离远了就没什么远 对 没有那种功率很高的 比电风扇吹着要舒服一些 要凉快一些 休息一下 衣服都打烧 衣服都打烧 可以 等一会儿就用那边那种来定 横子定就行了 嗯 这个其实蛮快 碰碰碰碰碰 定就行了 不是螺丝吗 螺丝螺丝 等一下水泥稍微干一会儿 好 休息一下吧 我们现在就从这边开始弄这个木条 对 这边是1米56 对 先把这边的切出来 嗯 这个板子好扎实 深层木材不是特别好 来 你去看一下 我们现在决定在这个柱子这里 用那个膨胀螺丝连接一根木方 这根柱子其实有点多余了 对 我觉得没必要 把它锯了算了 拉点点去举 你拉手 这多快 那就多做了一个 其实这样会更稳一点 跟墙连在一起 插完呀 这个是空的对面 这次就跟这个柱子连在一起了 嗯 这样就很稳 对 好 那就弄这个板子 我买了个这种小的定位器 每个就间隔30米的样子 太宝宝 反正太松太密了都不好看 这样看着还蛮合适 已经有点感觉了 对 感觉弄了个这个 就更有安全感一些了 我们准备做1米5高 在上面做一个鞋子的 到时候铺点稻草 嗯 这边大概就只有1米2左右 然后上面还要再高一点 对 就是以后的总高度是1米5 1米5差不多嘛 差不多 也不需要太高 然后今天先把这部分给做哈 我们这边这一排就可能弄双面的 那一排就弄单面的就行了 我们先把这外面的这个围栏给做哈 看着还是蛮不错的啊 这里待会要稍微加一个木桩 因为它是转角也很角度 然后这个大门就到时候留着最后来做 先把围栏给做哈 先把这边给锁上 带我一起去 这个直接一根枕板子 嗯 等着拿这个锯掉就行了 对 这个虽然是切得快 切出来的 有点粗糙 有点太粗糙了 刚刚打了个样哈 这边这个围墙 到时候就做个这种 这边做一个 然后铺块板子 然后买了一个稻草 嗯 就铺在上面 这上面也是样的 对 这个正面就比较好看嘛 这样子哈 其实现在都有一种小叶的感觉 你看我们搭了个天幕在里面 对 因为那边还暂时还没弄好嘛 我们这你看还能看见飞机 对 有这种感觉了 嗯 对 这边就搞定了 看现在基本上有这种效果了哈 对 这边我们要做一个 也是做一个那种 稻草的那种 对 屋顶那种造型 对做个造型 所以这边就要高一点 这边就这么高了 这边一米不高 就把切了 看着还是挺简单的 但是弄的话还是挺费时间的 嗯 哎呀我感觉我今天流了特别多的汗 哈哈 其实那后面应该比这前面弄得还快一些 嗯 因为这边而且要弄双面 哎 等这个围栏围起来之后 就可以把这个药和阿里带过来玩了 对 好 等下玩就要搞定了哈 现在马上六点钟了 差不多了 今天的工作就完成了哈 就是下午 一个下午弄了这么多东西 我觉得用这个废木材弄出来的效果还是可以 对 最后弄完之后还要打磨一下 然后最后给它上点那个木辣油啊之类的哈 就挺好看的 好 搞定 收拾东西 感觉有点像要下雨了 对 这样子 以 arab 现在 帮 enterprises